大家好,我是没有小舍 辣椒炒肉怎么做才好吃呢? 今天给大家分享辣椒炒肉的经典做法 做辣椒炒肉,选用这种肥瘦相间的五花肉 试着才更香 顺便将猪皮削下来 然后将肉全部切成这样的大薄片 尽量将肉片切的薄一些 再准备几个洗干净的青辣椒 选这种螺丝椒是因为它的皮比较薄,而且脆 口感较辣,和肉一起炒着吃,最香了 辣椒炒肉是先炒辣椒还是先炒肉? 下来咱们一起看一下 炒锅里不用倒油 锅烧热后,直接把辣椒倒进锅里边炒 开中火,用铲子一边压一边翻炒 炒出辣椒里面的水分和灶气 炒大约一分钟 辣椒的香辣味炒出来就可以了 把辣椒盛出来备用 然后锅里倒入少量的油 加入小勺的盐 再倒入切好的肉片进去翻炒 等肉片炒到颜色发白的时候 再沿着锅边淋入少许的高度白酒 加白酒有去益增香的作用 这里要多翻炒一会儿 炒出肉片里面的一部分油脂 这样炒的肉吃着才会香来不腻 等肉片炒到微焦的时候 然后加入一勺豆豉进去翻炒 炒出豆豉的酱香味 再加入一勺豆瓣酱 再加入一勺豆瓣酱进去翻炒 炒出豆瓣酱的香辣味 再加点生抽进去 炒出它们的综合香味 然后倒入刚才扁炒过的辣椒进去 开大火翻炒均匀 最后再加入小勺的白糖提鲜 翻炒均匀就可以关火出锅了 好了咱们这个辣椒炒肉就做好了 这样炒的肉吃着香而不腻 味道香辣过瘾 特别的好吃下饭 做法简单易学 喜欢的朋友赶快就加试试吧 喜欢这个薄薄的一层一层的肉 年轻人别禁锢了创业 多爱惜自己身体 甚至出了老的口感 年轻人别的肉 这不是我辣椒炒肉 辣椒炒肉 快吃它 辣椒肉吃个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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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没咽 那样啊 当天辣椒比当天辣椒好吃 所以炒出来这种辣椒炒肉也好吃 你发现的 好吃吗 好吃 辣椒炒肉就是下半 而且辣椒 然后锅里炒过后它就没那么辣 而且肉 干香的 干香 香还不腻 这种不会腻的 那把油都炒出来 而且调料还很简单 为什么 你放了个对白酱 盐生抽 没了 没了 好吃 这两天用鸡做好吃 白天吃光 回来给他也吃 大片大片的肉 你也喜欢吃 你不喜欢吃吗 看到五大片的口 就没见过 没 solutions 看到五大片的口 其实耳朵 估许 了 有什么